而且他也办过两次的瑞丽博的预选赛 选秀赛 对 这个从经验上应该是吕震宏 我猜是吕震宏可能相对更多一点 但乌克兰或者俄罗斯的选手 他这个业余赛打的比较多 所以在这个上面是没办法体现 他到底打多少场比赛 而且他们那边选手应该说整体的实力 水平都还是比较高 还是不错 而且上海是吕震宏的伏地 包括刚才颜博提到那个高扫KO 就是在上海打瑞伍的时候 对 他在上海是打过好多次比赛 吕震宏的这个左扫一定要小心 那个腿说出就起来了 对 非常有杀伤力 你看他和亚东 小东基本上是同一时间出来 但是两个人走了两个不同的路子 小东就是以这种凶悍来开路了 然后吕震宏更多的是在战术战略 他和这个游走上面找到了更多的打点的机会 哇 而且吕震宏相对他的对手顶米吹 有身高臂展腿长的优势 非常明显 他相对于他这个级别的选手都是比有这个优势 没错 现在升到66了 原来打61的 对 双方都在不停的有步伐的移动 两个人都不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两秒以上 对 都算是战力不错的选手 其实选手在这个体重级别的选择上面其实也是很假的 说像吕震宏这样的 紧身了要鼓紧了 细装 双方就是进入的这种 双腿下 高腿 对方高腿 对方平 防摔还是不错 但是还是被摔倒 对 这边推吕震宏那个手要坐牧村锁 但那个位置不是太理想 已经抱住了两个手 这个没洗 顶在龙边 吕震宏的摔跤比起也好很多 而且速度发动很快 对 之前吕震宏是尽量避免跟人进行暴摔的 对他擅长打战力之前 刚才的这个折腰的摔法 很少见中国选手能做得到 而且李正红你看 先是用钱币压着对方的头 把对方头压向地面 然后再肘肌 臂换肘 对 好肘肌漂亮 非常分明 我们看到肘肌非常有力 还有效果 再换了一只手肘肌 对方要转十字枯 杂拳 很冷静 该停则停该打则打 他这一下防吕震宏的垂击还是防得比较死 刚才防吕震宏的垂击他下巴 对 再来一下 先往边上转了 先往边上转了 脚勾罗了 脚勾罗了 找就勾了 对 转出来 又继续勾 白一下才 上转 周击 两个三个 李正红把这个攻势衔接住 一直保持住 打得很清晰 小心对方三脚脚 但他很有经验 直一下腰把对方三脚脚给破掉了 这个Dmitry 打到这个时候这个状态就会下降 对 因为你连续被对方压制和垂击 这个对你无论是逃脱还是反击 还是技战术的固执都是有影响的 NB格斗的这个训练 我们看效果已经在慢慢显现了 这个整体性的训练 右脚对方的跨 不给往下压 对 让李正宏抢了对手 左手的腋下 把对手给 三肩押着地 双肩押着地 哦 哦 哦 没有 一边吹着左手 左臂 再推李正宏的下巴 要把他推起来 要去抢腋下 要去抢腋下 盘住 这边吹着又勾住了 要坐 要坐 我刚才想 刚才想做打丝 没成功 继续砸拳很有效果 这个一直是在 还要抱单腿伤 但李正宏现在是手撑向远点 保证平衡 李正宏现在想做申办没成功 对 李正宏现在又被对方拿回了这个开放式防守 先左圈 现在的李正宏没有刚才那么被动了 因为双腿是做 开放了 不完全是 一个单蝴蝶 对 单蝴蝶 但是后背在地下 基本上这个进攻是没有意义的 对 那个蝴蝶是不可能做扫技了 那个蝴蝶是防守 因为你被贴地了 蝴蝶是扫不了的 李正宏现在打得很可怕 他现在已经完全进化成一个综合格斗选手了 没错 没有这个战力或者地面选手的痕迹了已经 而且要知道这是跟桑博选手在比 对 没有让对方显示出地面的优势 而且李正宏他的战力爆摔和地面控制降服 是 衔接的非常流畅 对 完整 最可怕 这个在明面上 宋亚东已经这个慢慢的进化出来了 然后在暗面上 李正宏现在的这个情况的技术已经在不知不觉 已经在完整化了 这太可怕了 月之暗面 他俩人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火影里边 佐助和那个名人的那个关系 我们刚才看小冬那个快头最近很大 他这打61公斤 似乎现在这个身材里降降 昨天称重我遇见他 我一瞅我说你这身板70了 他对确实70公斤 非比赛70公斤左右 对 因为他那个膀子已经是很粗了 比较像前面那个巴西的选手那个身材 这没错 眼镜了 此拳 试探 吕正宏后退 繁绕铺 吕正宏的外号的大驴啊 这个选手的这个韧劲非常好 气息很长的这个选手 之前他缺乏的可能是有相对小动力 可能缺乏的是爆发力 现在这个也有了 对 因为他长了一个级别嘛 而且两个孩子现在岁数也大 最早认识他们的时候18 19 嗯 小冬可能他17 说明他们这个随着年岁的增长啊 这个核心力量也会提升 对 人呢应该是据这科学研究表明 28岁左右是这个力量长成的 这样一个最高的峰值的时候差不多 黄金17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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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安东在不停地做下蹲 放上晃下的动作 然后 要迷惑李正宏结果出来下腿 要近身 他估计想要爆摔李正宏 李正宏 李正宏抢回了他的左侧腿下 李正宏又抢了双腿下了 我现在特别想看李正宏摔 因为之前有双腿 做了一个大队 差点摔倒 扫腰啊 还好有那个龙王 哎 一个内股 然而 并没有被摔倒 李正宏的提高 特别是安波这个 当时是请了这个俄罗斯裔的这个社交教练 哎 狗腿倒地了 要做足关节技 但是 没有 已经跪着 然后拿头顶着对方的下额 进入地面以后 我们看这个 如果是纯缠斗系选手 他会 特别是柔术系选手 他会寻求方法过腿 如果是摔跤系选手 他会寻求方法把对方压在地面上砸拳 那这个 李正宏就是 选择这种砸拳的方式 对 踢打一下躯干再打一下头 但是他不太在意体位 我们看他实质和体位都要打 嗯 这是那个综合格斗 开始融合的一个表现 他要住身半方的扫机了 身半 看吕正宏要怎么防 但吕正宏的 而且吕正宏那个方向是龙网 他很难扫打 他只能换一个方向 但换个方向他头必须得到 让腿直跌 跨过去了 跨过去了 跨过去就要做了 已经换重心了 把他头给掰回去了 没有深度半方的扫机 是把你的头塞到对方跨底下 对 只要你不在 你就没有力量把对方转起来 因为你必须把头塞到对方跨 跨下才能破坏对方重心 拳和肘的结合 运红应用得非常好 对 已经没有什么单向武术的痕迹了 专门是为这个规则带服务了 完美尽快为综合格斗选手 对方在这个体位变化的比较好的情况下 那么明镇宏就用这种杂拳杂击的方式也不错 没有陷阱的降服布置 基本上对于高水平的综合格斗选手来说没戏了 那现在做了左腿小腿做了一个盾防 要把吕正宏给顶起来 那吕正宏是 直接哭着大腿 我就直接开始揍你 对 还是继续地面垂击 我就一点一点磨你的血 天呐 飞成 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 但是俄罗斯拳手 现在已经是两人挂载了 对 吕正宏的几个距离掌握得非常好 拳在什么距离打你 你吸盾我拿拳打 你不吸盾我拿肘打 对 吸盾距离远就砸拳 然后不吸盾距离近我就砸走 想起来起不来 吕正宏勾着她那个发力腿 对 我勾着你发力腿的脚踝 看你怎么起来 想盘 砸拳掌底拳 走拉出来不让你做十次步垂击 还有35秒 吕正宏的地面砸拳现在太可怕了 她的力量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我们看她的力量爆发力 但是她这个体系啊 密不透风的体系也让对方很难受 对方的右拳骨已经挂踩了 走击走击 你抓我手腕防我砸拳我就走击 她在地面上这个打击的战术 她的变换和灵活运用非常好 如果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 对方如果能斜制吕正宏的双臂的时候 吕正宏的肩砸都可以用 吕正宏的地面腿是 是见缝插针的打法 对 对 哇 哇 这高水平的总统格道 对方已经晕了 对方已经晕了 我们看起不来了 时间救了她 哎 是有点 刚才是正好后脑撞在了笼子上 被拳打到了笼子上 哎 看出来吕正宏的那个地面 鸡打呀 是见缝插针一致的 体气非常好 你帮我走我就 哎 扎拳 你帮我拳我就扎走 就是为这个规则来而生的 嗯 床上的医疗战斗已经上来了 对 因为呢 早上 可我们做综合波箭的那种 不是说 我很想就开始练摔跤 那么她在这个摔跤的过程当中 那种感觉就肯定不如那些球术 然后那些霸锡的那些高 对对 所以她长大的时候 那肯定比激进 我们就用这种地面杂拳杂肘 这种极性的方式在面 对 可以想办法来克制对手 在这个年龄里 也是极少数选手能做到这种融合的 stay there 我过来找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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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准备了 你准备了 准备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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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来到了两个人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明显是吕正宏拿下来 非常明显 对 迪米翠也其实想用那个内股 把吕正宏挑起来 但是没成功 对方的另外一侧是铁龙 然后 所以说很多时候运气好 也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 前两个回合毫无疑问 吕正宏已经建立起了巨大的优势 对 我们觉得第三个回合 稳扎稳打 也不一定非要求这KO 就能获胜 但是千万不能让对方抓住了空隙 抓住这种反击的机会 目前为止 迪米翠还是没有找到优势位置压制的机会 撤出来 包括迪米翠的这个拳腿方面也没啥优势 所以他对吕正宏现在有点无可奈何 吕正宏本来就是小一辈的 现在不算了 当时小一辈的选手里边战力打得很好的 你让他恢复恢复干嘛 你让他恢复恢复干嘛 你压着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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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低嫂 而且低嫂的时候是重心向后仰的 上班人向后仰的 噢 又要出 这个有这种下坎的这个 对 要翻跨了 扫地很漂亮 逼近逼近 不过吕正宏刚才那个高扫 哎呦 小心啊 这个要危险了 有点亏 有点小吃亏 但是他最后还挂了一下 用一个低扫 勾了对吧 对 走开前手平勾 到里面去 看起来 你看�AS clouds 有机会的话 但是两次已经摔里仁洪摔不到了 侧篡漂亮 战利又打不到 我觉得如果 Flash 能拿到上位 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 因为桑柏的上位压制还是很强 变现p 刚才那一下 我机众了 击中了 我觉得 击差也要打中 击中了 李仲恒堵了一下前手平锅 所以我们说李仲恒 一定要在这个第三局的比赛当中 要好好的稳扎稳打 做好防守 千万有击中注意力 对方现在就像一只困兽 做着困兽之斗 对 这很危险 对 他就是想可能一招致命 比赛 全部前手挫甲动作 后手 两个人都堵后手的大动作 其实李仲恒没必要跟对方拼 当然作为年轻人 可能更想以终结的方式来 拿下这场比赛 毕竟两回合基本上都趋近于终结 对 多次的杂拳 但是我要说这个俄罗斯 这个乌克兰选手的回血能力也挺强的 非常厉害 是吧 他在第二回合被已经是眼冒尽性的情况下 这个 上头的侧踹很漂亮 已经被李仲恒那么杂击的情况下 我们看他体能气息并没有下降 还是不错 J.O.C.I.F 好了 这一回合还剩一分半中 来 漂亮 这个组合打得很好看 对 左右左扫 赌高扫 没中 全手试摊 后退 你会中了报到下面咱去 你会不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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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比赛 比赛 一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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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终结呢 没到最后一秒 谁也说不一定 连失准了 对 转身走吗 保住 要勾腿 摔 双叶虾 双手已经扣上了 要摔 摔 摔倒了 就尽力量 李仲恒这场比赛的摔跤能力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全面进化 10秒 这场比赛的优劣已经没有悬念了 这是识别当日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对 没悬念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给乌克兰拳认为点个赞吧 你看这飞溪 对 他虽然比赛虽然是进处下风 但是他还是非常顽强 把这个比赛打得很精彩 是 到比赛这个最后的 有点鸡肋的时间呢 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综合搏击分配 是的 飞溪啊转身的这种肘啊 包括拳 作为年轻选手 最可贵的就是这一点 他在脑子里边没有条框 他可以突破自己的计划 一位23岁 我们看到的这位乌克兰选手 23岁 李震宏是25岁 战区的比赛 藍兰选手 是25岁 有个写的这一场选手 这是几个写的那种选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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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